哈喽各位观众老伴大家好 我是老司机六位 今天呢我在天津港带大家看2020款的图乐 首先呢要说明一点 尽管它是2020款的最新款 但是呢它依旧满足不了我们国家最严格的那个国六的排放标准 所以说如果你所在的地区啊 上不了这台车的排掉的话 那可能你就跟这台车无缘了 提到图乐呢 大家知道的基本上都是Y60跟Y61 这两个比较经典的越野车 因为它们都是分十四驱再加前后硬桥的结构 很多人都说Y62变得娘炮了 因为它的四轮变成了独立悬挂 并且呢变成了一套基于四十四驱基础上的一个全十四驱系统 这是大家所认为它变成娘炮的原因 但是呢你看我站在它身边像个小鸡蛋一样 你还觉得它娘炮吗 2020款的图乐呢要相比于老款的车型 我左边呢是一个老款的车型 那这台车呢就显得略微蠢了一点 而这台车呢要相比于老款的车型要变得精致了很多 尤其是它这个大灯的部分变成了这个LED的光源 装网也变得更加的精致了 它要相比于老款的这个车型啊 要漂亮了好多 来到侧面呢 其实它的整体造型跟老款车型并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依旧还是高高大大的那种感觉 其实它的车身数据啊 要相比于路寻来说 还要更大那么一些 所以说它跟路寻停在一块的时候 要相比于路寻来说更加的有气势 整体侧面啊其实并没有什么变化 最主要一处变化呢 就是它换装了一个更加时尚一些的轮圈 依旧还是18寸的 轮胎呢依旧还是使得26570 18尺寸的 一个轻度花纹的AT轮胎 如果你要是想换装一线大厂的AT轮胎的话呢 我刚刚查了一下 其实白露10的K2跟顾伯的AC3 都是有这个尺寸的AT轮胎的 所以说你并不用担心 这台车买不到标准的AT轮胎 这是老款的Y62的一个车屁股 咱们再来看新款 这个新款相比于老款变化 真的还是很大的 尤其是它这个光源 以及后边的这个镀铬饰条 我觉得相比于老款变得更加的精致了 我们打开后备箱 开口巨大 并且近身巨大 五座状态下 如果你把第三排座椅史上的情况下呢 其实它的后备箱的空间 其实还有很大的 有一臂的深度 你在这个7座状态下 放两个20寸的登机箱 其实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底下还有个储物盒 可以放一些零七八岁的东西 但是呢 它整体的这个后备箱 你们看到我身高是一米七 它这个后备箱啊 到我腰部了 所以说你搬东西的时候 得提到腰部 然后再往里边送 所以说会非常的不方便 当然了 这也是因为它整体的一个车太大 带来的一个问题 这台车 如果你要是把第二排座椅放倒的话呢 其实它跟后排连成一张床 但是呢 睡起来会相当的不舒服 因为它后排就这个地方会相对来说低一些 而前排会很高 这个鞋铺呢 会让你在应急的情况下 睡觉的时候会非常的不舒服 而关于后备箱的配置呢 能看到它有一个点烯器的接口 然后有一些锚点 但是并没有挂钩 这就是它后备箱的表现 来到内饰呢 这台车其实并没有给我营造出来特别豪华的一种感觉 我觉得其实还是不符合它这个售价的 但是呢 它的这个用料我觉得还算可以 它上面呢是糖素的 中间有一部分是素质的 再往底下看呢 包括你手能接触到的地方 腿能接触到的地方 都是真皮的 而旁边门板上还有一些绒面的材质 所以说我觉得用料还算可以 配置方面呢 中间有一块屏幕 这块屏幕呢 其实不管是看起来还是用起来都是特别的气配成份 尤其是它这个屏幕啊 还是一块电阻屏 就真的是非常的low 我觉得不应该出现在这台车上 其他配置 定速巡航 四门的一键升降 自动大灯 自动空调 这都是有的 但是呢 这个座椅连我主架都是手动的 这有点接受不了 并且呢上边也是没有天窗的 但是呢值得一说的是 这台车它中间这个扶手箱里面啊 是有一个冰箱的 这在夏天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好的配置 便利性层面呢 中控台上面呢有一个储物盒 并且呢它是带有盖板的 空间呢也不小 但是呢它这个位置有点太愣了 别人都用来放一些中控台的位置 它用来放了一个储物盒 地台呢有一个非常大的盖板 打开之后呢两个杯架 还有一些放零钱的小的储物盒 然后旁边呢还有一个小的储物盒 其实它的储物方面呢 做的还算不错 而关于前排的供电方面呢 它这个屏幕旁边呢 有一个USB的接口 前排呢还有两个点燃器的接口 这儿还有几个预留的按键 如果这台车你买回去之后 把它当做一台穿越车的话呢 你可能需要一些改装 如果你改装灯光 改装气泵的时候呢 你可以直接把开关安在这儿 就不用在中控台上给它开孔啊 这个位置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位置 前排呢是我的驾驶坐姿啊 我的头部空间 能看到还有一拳以上真的是非常充足 而且呢它前排的座椅依旧还是日产的那种大沙发式的座椅 坐起来还是挺舒服的 地台上能看到它的四驱控制按钮 它上面呢有一个auto有个4H有个4L 这台车呢是一个基于44区的全14区 它的中央差速器呢是一个多片离合器 如果你要是挂到4H或者4L的情况下呢 它应该是中央多片离合器是压紧的状态 并且呢能看到它旁边是有陡坡环降 以及后桥差速锁的 所以说它的硬件水平啊 让它支持一些轻度或者是中度的穿越 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前排呢是我的驾驶坐姿 我的身高呢是1米7 我的腿部空间 三拳的腿部空间 我头部空间一拳以上 所以说你在后排啊 完全就是想干啥干啥 诶 这小二郎腿随便翘啊 而且呢我刚刚注意到啊 它地板的隆起的高度并不是特别高 再加上它后排的整体的宽度是很大的 所以说中间乘客坐起来啊 也不会那么的难受 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你会发现这儿有一个按钮 按一下诶 它这个扶手箱 从后边往前摊开了 你会在后排非常方便拿取前排的一些冰镇的饮料 特别的好 然后呢配置方面 这台车它有一个自动空调 上面有空调的出风口 后排呢有两个USB 底下还有一个点烟器的电源 然后这台车的座椅啊 我刚刚并没有发现 在后排的时候我才发现这台车整车的座椅都是熔面的材质 我觉得坐起来是非常的舒服的 但是打理起来可能相对来说要麻烦一些 我们去往第三排看一下啊 首先呢我们把第二排座椅给它放倒 哎放倒之后呢你会发现它第二排座椅翻折过来了 这个部分呢还是一个很有效的储物空间 还是挺好使的 我们上去第三排啊 上来的途径啊还是挺方便的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开口 前排呢这个第二排它并不能前后移动 但是呢可以调节座椅靠背的角度 这个第二排呢是我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座椅靠背的角度 但是来到第三排啊其实还是让我挺失望的 第三排我的腿部空间只有四指的水平 我的头部空间呢也没有多少 然后关于配置方面呢 它有两个杯架 上面呢有一个空调出风口 在外边看这台车真的是非常大 但是呢实际体验上来让我觉得第三排它的空间 甚至连汉兰拿都达不到 这是让我很失望的 动力方面呢这台车搭载的是一个4.0V6的自然进气的发动机 最大马力呢是279马力 最大扭矩呢是394牛米 匹配的是一个7AT的变速箱 整体来说它这套动力总成啊还是挺稳固的 目前呢这台车的售价大概是在53万的售价区间 即使是它前段时间已经涨了好几万的一个售价 但是呢它依旧是比陆寻的4.0最便宜的时候更加的便宜 你想想大概50多万要买一台比陆寻在气势上更足的一台车 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是挺值的 如果你要是停车比较方便的话 我觉得买这台车还是挺好的 那么好了这就是今天的每天一款实拍车 我是阿威我们下期再见 喜欢记得分享哦